大家早安 刚刚睡醒 这是铺设成床后的样子 电源的部分采用太阳能充电 昨晚用掉了两粒powerbank 现在大电源也在充电中 随便大电源同时也在给powerbank和手机充电 早餐准备好了,现在吃早餐咯 早餐准备好了 朋友来了 可能是朋友 自己舒服哦 拉上来就变成沙发了 快点 要赶下去就对了 你要跑了跳,我跳了这下去 Jordan你都是这样的吗 对哦 OK,漂亮 哇塞 洗手一下 来,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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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自然的拉面 这个拉面很好吃哦 喜欢的人可以去买 在钓鱼呢 在钓鱼呢 看看它钓到一条小鱼 很多的小鱼困在这些地方 很多的小鱼困在这些地方 要等脏潮后才可以离开的 在钓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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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获支部 还换 一个增论 Apple 为了 際 这 操 这一趟的行程呢 最值得的就是这一幕的景色 实在漂亮 对吗 对吗 是这样的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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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刚刚加了它去里面拿掉 额 如果是汤料还是更薄 就叫姜料拿掉 因此 用也奏 干料水就 这样就免了 对 水就免了 水就免了 就免了 那 汤包应该可以碗汤 你试一下,你等下上来就干了 上去往里面就干了 上面的水泡面了 可以同色 吃了面要喝汤了嘛 所以现在汤来了哦 受今天气候的影响 所以今天看到的行星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希望明天还可以看到更多的行星 大家晚上好 有朋友问我 车内的构造是怎样 在风扇方面是怎样的处理 我现在让大家稍微看一看 我用的是什么这样的风扇之类的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呢,这个是 Mr.DIY购买的 他用的是12W DC电 我把它挂在这里 这里是后面 冰车袋 它的风是很大的 很凉爽的 下一个部分呢 就是这一台 这一个是 小米 小米的冷风机 它需要加水 加水来使用 冷气的效果是蛮不错的 对着吹是蛮冷的 如果你要像冷气机一样 打到整个空间的 是不可能的 它就是对着你吹的时候 风是蛮凉爽蛮冷的 我用这一架 这一架是用USB可以启动 呃 我用的 我是用POWER BANG POWER BANG 来打它 一个晚上是肯定足够的 然后它的缺点呢 就是 你不能够随意摇晃它 移动到它摇晃它 它的水就会溅出来 这是它的缺点之一啦 所以我都是固定把它放在构纸上 大致上都是这样子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要开始睡觉啦 祝各位晚安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还有点意思的话 记得订阅 以及打开小铃铛哦